沉昌宏 把刀打開 躺在裡面所放的 是農民陳昌宏自己做的背後 不然不會炒 現在成本家 用在劉甄鄉做有機制部的工作 就能夠檢查對土地的迫害 才能讓小魚吃到無農業之果 陳昌宏在華人時 有這麼十年獎屬有機農業經驗 後來自奔和中療進行鞅 才能吃氣 因此三年前用新作很有高峰的方式 開始在進有機的流程 第一年就通過一年前 進行很好的成功 經過這三年下來 大家也看到時機 也把產品賣得非常的好 甚至我們的加工產品 也一直都在陸續推出 所以就越來有越多的農民來參與 所以我們成立了產銷班 然後有一些大概中高齡 大概五十歲上下的這些 算是壯年人 就開始回到這裡來 中療鄉大多數是刷破地 緊做好路賣刷過多精力 對農民進庫努化的衍生之下 是這麼大的調整 不過因為農地基幹有浪胖 比較不會有效應用 對有機制部是有幫助 您說成長和經濫 就能夠成功 對地方的發展是有幫助 其實農產的生產跟後端的 深加工的這個部分其實蠻重要 如果因為比如說我們去看國外 好像法國的南部 還有一些比如說法國南部 他們把比如說葡萄 不只是賣一個農產品給你 而是他們把這個農產相關的 文化、藝術、加工 甚至是到了一個比較高級的加工的部分 陳昌宏表示 經過三年的災情 歡迎只要降落十分的時間 以及在修行後 做清理工程的工作 減少六個的經驗 都會有不錯的修行 上當歡迎農民 做回來加入有機制部的工作 記得 您先 蔡宏報道